这一年努尔哈赤二十五岁 不久开始了他血亲复仇的故事 这个故事后来被称送为 以十三副遗甲起兵 事实上这个时候的努尔哈赤 还太年轻 太奴族轻重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副族被官军误杀 如果被误杀的不是朝廷认可的建州酋长的话 大约没有什么人会把这个满腹悲伤 委屈和愤恨的小伙子放在心上 因此关于他在此期间的记载 大体上都不是当时做出的 这些后来流传下来的东西 充满了种族的 国家的 英雄的 贼寇的 忠诚的 叛逆的 牛皮哄哄的 低三下四的等等激情 有些像卧薪尝胆的故事一样 带点悲伤而阴冷的人生智慧 有的又像水晶鞋那样 满是激动人心的纯情浪漫 天真可爱 诚如我们所知 清代官方和民间史籍的不可靠程度 大约可以排在我国历朝历代 包括堂皇二十五史之首了 原因来自于到那个时候为止 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酷 持续时间最久的文字域 这种注定要留下恶名 并受到历史永久诅咒的文字域 在顺治皇帝进入山海关以后 就开始出路端倪 在康熙皇帝时期锋芒小事 在雍正皇帝手中头脚猙獰 在那位自称十全老人的 乾隆皇帝时代登峰造极 因此隐恶扬善就成为这一时期 以及后来我国主流知识分子 和史学家们的主要工作方式和任务 因此在这些记载中的许多部分 都经过了刻意的扭曲与修饰 从而时常显得云则物照 或者就是怪诞夸张 这种情形反正了大清朝官方史料 所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 那就是努尔哈赤所在的 爱心觉罗建州女真 曾经受到过大明帝国 长时间的优厚待遇 和汉族人士的长期帮助 这些历史事实和人物 常常受到大清国权贵们的 刻意歪曲和打压 好在漫长的岁月里 积累起来的资料已经足够多了 只要有足够的耐心 再加上不需要很多的一点常识 似乎就能够还原出当时的大体面貌 努尔哈赤是大明辽东建州 左卫指挥世家的子孙 卫索是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军事制度 在理论上讲 一个卫应该有军人五千六百名 大约相当于今天一个旅的编制 随着岁月的流逝 情况不断发生变化 人员也不停地逃亡流散 到努尔哈赤的时代 畏索制度残破不堪 早已不复当年的光景 努尔哈赤家族属于边疆部族 它可以明确地向前追溯的六代祖先 都是接受过大明朝廷 封赏的地方土球 永乐初年 他的六世祖带领二路族 及今日屠门江下游的女真部落 归服朝廷 被永乐皇帝封为建州卫指挥使 带有政治上的笼络府卫的性质 可能并非真的具有一个卫的军户编制 他还曾经跟随这位皇帝 一起远征过漠北 及今日之外蒙古地区 公元1442年 及大明正统七年 设置了建州三位 建州位 建州左位 建州右位 努尔哈赤的几代祖先 便世袭成为建州左位指挥使 到他的祖父时代 整个家族迁居到了赫图阿拉 隶属今天辽宁省新宾县之下 当时他祖父兄弟六人 号称 宁古塔贝勒 宁古塔是满语六的意思 贝勒则是满语大人老爷之意 贝勒这个词汇 后来成为满清王朝的一个皇室贵族爵位 当时这六位老爷大人分住六成 近者五里 远者二十里 他们居住在泥草房里 四周围着木栅栏 比那些身份低贱人家所居住的地窝子 已经豪华了许多 其情形大约和我们今天在东北农村 所能够看到的那些村落 差相仿佛 与今天不同的地方在于 由于相互间的公伐泄度频繁 这些村落便时常坐落在形式显要之处 并围着土城土寨 以资总归 这种情形表述 这建州所谓指挥使世家 虽然名头不小 其实际的势力范围 不会比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 北方乡镇大很多 然而事情的不可思议处 恰恰就在一次 事实上当时不论是建州 左卫指挥使的头衔 还是建州都督同志 甚至督督的头衔 虽然极别不符 听起来也吓人 实际上离开了他们那小小储城之外 其权力便有限的可怜 除了每年来自朝廷 不多的财政补贴 他们最大的实惠 就是朝廷发下来的赤书 这些赤书的作用 大约类似于后来的委任状 特别通行证 特别身份证 特别护照之类 还兼有贸易特许状 或今天的进出口许可证的综合功能 只有在这些赤书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 努尔哈赤们才能够把大东北出产的 人参 貂皮 东猪等等宝贝 换成他们极其需要的各种生产与生活资料 他们也才能凭借获得赤书的这种特权 控制住自己的不足人众 大明帝国对于边疆 包括东北地区成百上千女真和其他少数民族的 城主 部落投人 土著酋长的控制 凭借的就是赤书 政治经济积迷再加上军事威慑 这两条头 努尔哈赤及建州爱新觉罗家族 就是这几十上百个部落酋长中的一个 从当时辽东东北的情形判断 他们实在没有理由比其他土豪酋长 更应该被高看一眼 这种情形在赤书分配中也可以看出 当时中央政府发给东北地区女真部族的赤书 可能一共有1500道 建州三位合计可以分到500道 而努尔哈赤副组总共才可以拿到30道 问题在于 有证据显示 迁居到赫图阿拉 及今天辽宁省新宾县境内的努尔哈赤副组 与大名辽东总兵李成良 结下了可能是十分友善的关系 明清史权威人士孟森先生曾经断言 努尔哈赤与李成良解脱极深 这就是事情变得完全不同了 努尔哈赤进入辽东总兵府的时间 肯定比大清朝官方史料中所愿意承认的时间要早得多 他在那里逗留的时间也要长得多 很有可能在他19岁分家出来独立生活后 不仅就开始 在一些史记中分别有努尔哈赤曾经做过李成良的书童侍卫 侍卫长甚至被李成良收养为义子的说法 这些记载显然不应该被看作是空学来风 在众多记载中都曾经谈到过努尔哈赤逃出总兵府 投奔叶和贝勒的故事 其实这段故事的真实情形很有可能和政治没有太大的关系 而是因为血气方刚的努尔哈赤犯了年轻人最容易犯的错误 在男女关系上出国有了生活作风问题 在斑驳庞杂的史料和传说中 我们大体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印象 努尔哈赤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了李成良不错的待遇 他们像家人一样亲切相处 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达到了这种程度 以至于后来父祖被误杀 也没有能够妨碍努尔哈赤与李成良之间的友善与亲密 在这朝夕相处中 他可能受到了一位美丽多情的汉族青年女子的青睐 而努尔哈赤对这位女子也并非毫无感觉 据说这位女子不但青春年少 美貌如仙 识文字通经史 而且慧眼识英雄 总之中国男人对女性的一切梦想她都具备 不幸的是这位女子偏偏是大明帝国辽东总兵 勋爵李成良将军最宠爱的第六位儒夫人 于是后面发生的故事就很像那些不入流的电视连续剧了 这位女子不仅仅给了青年努尔哈赤两性间的男欢女爱 她可能还在努尔哈赤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之前 就冻戏了努尔哈赤的雄心与才干 在《青史稿》中我们可以看到上述故事的一点影子 翻开48本的《青史稿》 第一篇《太祖本记》当中 先是对青太祖努尔哈赤做了一番整体介绍 说这个人仪表雄伪志意扩大 沉寂内运发生弱中 笃记不忘 延揽大度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仪表堂堂 志向远大 身有谋略不外露 而且身若红中 过目不忘 和人交往的时候度量很大等等等等 接下来在说到努尔哈赤在他的副祖被误杀的时候 和他的弟弟苏尔哈齐在乱兵当中被抓进总兵府 然后说到努尔哈赤脱出李承良的总兵府时 该书记载说 承良妻齐齐齐茂 因众之归 意思就是说 大明辽东总兵李承良的妻子 惊异于努尔哈赤的相貌 于是贝泽人悄悄把这个家伙放跑了 这种前言不达后语的记载 显然让人有理由做出更加符合逻辑和常识的猜想 比较起来我觉得倒是上述的英雄传奇 好像更加可信一些 公元1587年 集大明万历十五年以后 万历皇帝从不上朝开始 逐渐进入了他长达三十余年的消极代工 被他的臣子公开批评为是 九色财气四毒俱全的皇帝 而此时的李承良也年过花甲 达到了人生事业的巅峰 并从此从谎报军情开始 和自己的皇帝一样 进入了几乎是不可逆的 葬送帝国辽东事业的末日生涯 事情并不大 发生在公元1590年 实为万历十八年 当时一股敌寇侵入辽阳沈阳 海城盖县一带强陵 李承良秘密派遣一支骑兵出塞西纸 结果遭遇埋伏战死一千余人 按理说胜败的兵家常事 长盛将军打了一次败仗 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何况这是历史记载中 我们所能看到的李承良第一次失手 然而李承良却在报告战果时 隐瞒了战死的人数 只上报杀敌二百八十人的战功 此时此刻 帝国上下大约已经习惯了将军的神勇 于是没有什么人深究 将军自然受到了表彰 我们知道那些中国官场上的坏事 但凡开了头 就会如同从山上飞滚而下的巨石 不到能量耗尽便极难停下 有了这第一次之后 从此我们在史书的记载上 便只能心情黯淡地一再看到 李承良一发不可收拾 谎报军情战功之事屡屡发生 在此期间 一些与一代名将并不相容的事情 也开始在李承良身上出现 且愈演愈烈 明史记载说 李承良镇守辽东二十年 师出碧节 威震绝育 不但他的子弟 就连他家里的仆人都成了高官显幻 他的九个儿子中 李如松 李如柏 李如真 李如张 李如梅五人 当上了总兵官 李如子 李如吾 李如贵 李如南四人 官居参将 他的四个兄弟和两个侄子 也都官居参将或副总兵 他的部下有几位甚有出息 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将领 他家中的奴苦也颇有几位 既富且贵者 贵姬而交 李承良父子居住的铁岭卫 曾经只是一个相当于小小县城的卫城 如今那里修建起了大片大片 高大豪华的亭台楼阁 歌台舞械之盛 号称甲鱼一时 一时间 闲管家道 灯红酒绿 据说这个小城内 光是娼妓就有两千多人 英歌艳舞 煞是好看 此时的李承良 不但谎报军情 而且开始杀粮冒功 贪赃枉法 行贿受贿 乃至于最后 整个辽东的商民利税 都被他一个人所倾吞 然后用这些钱财 贿赂各级政府官员 笼络对他有用的中央机关干部 使宫中朝上的权贵机要人物 被他喂饱后 为他奔走卖力 史书记载的原文是 权辽商民之力 尽拢入己 已是灌输全门 劫纳朝市 中外要人 无不保其众求 为之左右 当时对于边疆军功的封赏 十分优厚 不但立功者可以受赏 就连他的上级 同事 部下 也都可以一同受赏 大劫时 赏赐可能是晋级升官 也可能是封期阴子 最大的可能是 两者同时都有 小胜使经常的赏赐为增加工资 顶不计也能够得到奖金鼓励 明史李承良传中记载道 后来情形发展到了这股田地 李承良每打一次胜仗 捷报传来时 内到中央政府的内阁 五辅六部 外到当地各级官员 都可以一起领受封赏 而一旦出现了 眼败为胜或者杀粮冒功时 通常不用李承良做什么 下到地方长官上至五辅六部 乃至内阁 大家会不约而同地 帮助李承良遮掩 或有人不识趣 各位老大和三老四少 就会一起使劲 高度默契地 将那家伙挤兑出局 曾经有几位监察官员 准备弹劾李承良 都被有关政府部门领导 给压了下去 另外一些监察官员 抓住人证物证后 交张抨击的结果是 李承良安然无事 这几位监察官员 却分别受到了 上级的斥责处分 最严重的一次 发生在万里三十六年 当时先后几位监察官员 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熊廷毕 一起弹劾李承良 奏章交到了皇帝的手上 许多人都以为 这一回李承良恐怕是 罪责难逃了 谁知万里皇帝 高度赞赏李承良的军功 对那些证据确凿的报告 根本不遇理睬 那些报告被无声无息地淹了 李承良再也不是那个 受人尊敬与爱戴的一代名将了 在本质上他目前所做的一切 与他所对抗的那些敌寇 已经没有什么两样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 那就是对于大明帝国来说 他的作为比那些明火执杖的敌寇 具有更加巨大的杀伤力和损害 在此期间 适值而历之年的努尔哈赤 英子薄花 他将自己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 嫁到李承良家 成为李承良二儿子 后来大名辽东总兵李如柏的如斯人 种种迹象显示 他可能同样满足着李承良在物质上的需求 譬如定期不定期地将数量想必不算少的 牛羊 骏马 人参 貂皮 东珠银两和奴隶等 输送进大明辽东总兵府 孟森先生评论道 太祖求媚于成良 自已无所不至 从而有效地令李承良将军 至少在对待努尔哈赤的问题上 放弃了指手 就这样 在镇守辽东的几乎所有时间里 李承良纵容或默许了努尔哈赤发展实力 使这个最初只能凭借十三次窥窖 十几条枪起家 军力 财力 人力 各方面势力都很有限的地方土球 得到了长达三十多年扩充的时间 使它的实力几乎遍及全东北 最后囊括了外星安岭和西伯利亚的大片地 当时这块土地地广人稀 远远不像今天这样人满为患 努尔哈赤用了三十年时间 才统一女真各部 至少表明第一 她的实力甚至能力远远不像她的后代 愿意让人们相信的那样强大 第二 可能表明了当时东北地区各种势力之间 极度错综复杂的这种关系 比如蒙古各部 女真各部 其他的土著酋长部落 朝鲜 还有大明帝国 等等等等 当时李承良如果想要灭掉努尔哈赤的话 应该说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很有可能轻而易举的就能做到 尤其是在最开始的若干年里边 但是李承良似乎从来没有动过这个念头 相反 他很有可能在很多方面 都在主动的帮助和关照努尔哈赤 事实上 以今天的眼光回望过去 我们不难发现 假如帝国有能力制止他的官员们 丧失责任感 并且使他们不敢突破道德底线的话 那些胡作非为的地方豪强们 根本没有可能发展起来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 在数千年帝国史中 所缺少的恰恰就是这种机制 从那些官商勾结 绝取社会财富的势力当中 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的是 李承良所给予努尔哈赤的这种支持 对于努尔哈赤来说 实在实在是太珍贵了 李承良前后两次镇守辽东 时间几乎将近三十年 从公元1567年 就是大明龙庆元年 李承良以军功晋升为副总兵之后 三年之后 他就晋升为了辽东总兵 到公元1591年 也就是大明万历19年的时候 他镇守辽东已经是22年了 在此期间 努尔哈赤对其他的女政部族 进行了特别频繁的征讨和攻伐 所有这些军事行动 都没有得到过大明帝国的重视 在李承良的庇护和默许之下 努尔哈赤就这样渐渐地成了气候 随后呢 66岁的李承良 离开了辽东总兵的位置 他以帝国伯爵的寻位 来到北京享受荣华富贵 在后来的十年当中 辽东总兵曾经换了八个辽东总兵 叫做八亿齐人 辽东局势日益弥烂 在这种情况下 李承良到了76岁的时候 又以这样的高龄 被大明帝国重新任命为辽东总兵 再次让他回来主持辽东的军事工作 那么在这个时候 李承良和他的这种亲族部下 全部功成名就 富贵已吉 在他们中间 贪章枉法已经成了 已经成了很平常的事情 历史上描述这种情形的时候 说他们默契深重 从一般的情况判断 这样一批人能够不给帝国帮到忙 已属万幸 那么从后来发生的一切 显示帝国的确没有这样的幸运 从公元1601年 及大明万利29年 到公元1608年 及大明万利36年 李承良在任辽东总兵的七年间 努尔哈赤的羽翼基本丰满 就是在这一年 因为放弃辽东六宝这一重大举措 李承良受到熊廷帝等人的弹势 年逾八十的李承良申请退休 得到皇帝批准 至此时 他本人算是安全着陆了 而他做的这件事情 却对大明帝国和努尔哈赤双方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以至于不论当时还是世事 都有人将此举看成是李承良和万利皇帝二人的亡名之举 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1606年 及大明万利三十四年底 当时年于八十即将退休的李承良 突然上书皇帝 请求万利皇帝批准 准备主动放弃宽垫六宝及其周边的八百里国土 将其事实上让给努尔哈赤 这六座堡垒分别是 东山堡 宽垫 长垫 双堆 长岭 渔散 位于今天的辽宁省宽垫 凤城 本溪境内 这些堡垒向南 为辽东卫所的前沿要塞 向西则可屏蔽辽审寿兴地带 向东与朝鲜遥遥相望 向北成为抗欲蒙古骑兵的第一线 这六座城堡地势险要 具有极高的战略价格 本来这六座堡垒早就已经存在 后来由于维护不善 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堡垒要塞的作用 三十多年前 刚刚在辽东展露头角的李成良 极力主张修复整治这些堡垒 得到张居正的支持 于是在做了一些规划和调整后 重新整治好了这些国防线上的要塞 还为土地八百多里 随后设粮仓建学校 开官室 致使各地无地农民纷纷前来定居 最后竟多达六万多户 在捍卫祖国边疆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也是李成良当年的诸多功绩之一 如今正值努尔哈赤建成气候 对大明帝国构成巨大威胁之际 李成良却已和当年主张修复时 同样坚决的态度 主张放弃这些军事要塞 理由是这些要塞孤悬难守得不偿失 此意一出立即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反对 边疆土地尺寸是宝 哪里可以说不要就不要了 偏偏万历皇帝 几乎是无条件的欣赏和信任李成良 竟然问也不问 就稀里糊涂地批准了这个计划 致使努尔哈赤不费一兵一卒 便得到了八百里土地 并自动消除了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与威胁 当时在这些堡垒的护卫下 那六万多户人家 差不多有二十多万人口安居乐业于此 迁徙令一发 这些人民立即变成了流离失所的无家可归者 如果说在此之前李成良曾经多次对敌人离停扫穴 从而捍卫了国家尊严的话 那么这一次他是在对自己的祖国人民实行离停扫穴 而这些人民本来是应该由他来保卫的 史书记载说李成良出动大军 强迫这些居民撤退到辽东复新地区 时至冬季被捣毁了房屋的百姓 于东北的冰天雪地中被强制牵连 据说许多青壮年人口不堪忍受 愤而投奔了努尔哈赤 为他增加了许多宝贵的人力资源 令人无法理解的是 做了这件事情的李成良 竟然以招来民众的理由向中央政府报公 而令人加倍无法理解的是 皇帝居然尽此下令 对李成良及其他一干有工人员予以高级别之嘉奖 遥想当年 努尔哈赤得到李成良这些动用军队 都不一定能够得到的 无比珍贵的礼物时 想必是欣喜若狂 他必定在内心深处 对李成良充满了感激之情 从中使我们可以知道 那些帝国高级官员们 在缺少制度性约束的情况下 为了一己私利 他们是可以丧心并黄地 把国家利益转化为私人交易的 很快辽东弃地的真相就传到了北京 监察官员们开始上书弹劾李成良 欺君误国 形同通敌 并且正确指出 这些要塞的放弃 必将成为未来之大患 据说万利皇帝看到这些弹劾后 吓了一大跳 联盟下令调查核实 杜莎院就派雄廷弼 前往辽东去实地调查 四个月以后 雄廷弼的调查报告出来了 和监察官员们的弹劾 得出了完全一致的结论 随之报告递上去以后 从此就泥牛入海再无消息 其他人为此继续上书弹劾 仍然是没有任何下文 后来这件事情 竟然就此就无声无息了 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就这样 李承良的心理算是彻底踏实了 即便当初 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被他误杀 如今他也真的算是对得起努尔哈赤了 或者我们没有证据 李承良也许会在心里这样说 够了 我为这个国家做的已经足够多了 既然皇帝除了搜刮财物 根本就不愿意上朝理事 不拿天下当回事 何必皇帝不急急杀太监呢 现在该轮到我了 当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政权 腐烂程度过深的时候 一定是因为他的最高决策者出了问题 除了这个之外 任何其他理由都可以被视为扯淡 就这样 在李承良前后两次镇守辽东的 三十年岁月里 努尔哈赤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成长为一代枭雄 如今巨货已经酿成 大明帝国一步一步走到了 风雨飘摇的前夜 李承良是在83岁时离任的 死后老将军一口气活到了90岁 直到公元1615年 即大明万利43年死去 在此期间 从公元1583年 即大明万利11年起兵 至今33年 努尔哈赤不受打扰的 几乎做完了他想做的一切 李承良死后仅仅一年 即公元1616年 大明万利44年 努尔哈赤就正式建立后金国 自称天命汉 三年后 从容拿下符顺 正式拉开挑战大明帝国的大墓 他用事实证明 并不是所有人都不拿天下当回事 比如眼前就有一位 他努尔哈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